作为海军强国,美国早在二战前就开始了宇戴士动力车的研制。 70年代研制的LMTPT,宇戴士动力收送车,在改进为AVC、AVC、AVC等版本后,使用至今,为了进一步提高向海外收送能力。 美国通用动力公司,从20世纪末,开始研发新宇戴士车,毕竟从2008年开始不属服役。 到2018年,生产出1013辆,整个计划兼费76亿美元。 USB,拥有陆地,水上过渡和水上高速行驶模式。 其中,水上高速行驶模式下,大车穿开滑板,各驻履带,形成一个大型水上冲浪板,使用大推力的派水推进器。 在水面荒滑形前进,最大时速接近50公里。 是现有两期占车水上速度的4倍以上,而在陆地上的时速,则超过72公里。 不要拥有军的主重坦克MOOI。 为此,该车装备了三种功率输出模式的飞动机。 车上人有可在水上行驶120公里,或在陆地行驶320公里。 该车搭配三名成员,和817名陆战队员。 本身装备一门可跟范深管的MK4次型40分之30毫米用电视机光炮。 合力简单240型7.62毫米陆列机枪。 武器系统可快速360度光位陆射击。 高低设计达55度。 车体由雨和军装甲焊均来程。 可乘射14.5毫米正机枪穿甲弹的攻击。 并不可防155毫米流动突破片。 毕业时还可附加密快化陶瓷中甲。 连引起热义的性能。 USD,连续被投放在滩头。 可以在离海岸40公里,甚至更远处线下。 然后凭借最深进入10公里的时速批多转浪。 冲上滩头。 再用火力压制敌军。 甚至攻略目录。 就使得美军可以实现其在20世纪80年代集体出的超世纪三期光律作战概念。 然而这位有不堪的新武器,也有诸多争议。 首先是各种功能交费的模块太战空间。 再乘该车快头大。 重量乘。 而内的空间则有限。 这样, 换应该同样的士兵。 就需要更多辆战车。 而每艘两栖突击舰, 能装导的战车适量反而上架。 从此要实现同样的动力规模。 需要大大增加氧气动力舰数量可美军线下的动力舰, 已经嫌不够了。 多加10%钱。 其次文鱼快头大。 速度快。 USD, 是个油脑鼓。 单程耗油量是AVT1的二倍。 于是赫禽三末也要更稀锦。 三式复杂的乐器, 制动悬挂里五倍系统。 继度工程提出更高要求, 使得原发过程中问题不对。 编花了许多原发金费, 也让贺琴银先奋用更加, 能够提升。 四式骑在海上高速航行时, 步行程明显得不容。 数过里外清晰可见。 这等于给敌人的炮火指引。 此外, USD, 登陆车, 每用放下高达700万美元。 以进入的当一AV主站, 坦克还要过一倍。 总之, USD这玩意, 虽然跑得快, 但成本代价也不低。 关键跑得快热向优势, 与小国打仗凸显得出好处。 与大国打仗, 似乎又能享用。 而它的人交经费, 倒是不断上涨。 海军日战队新搞计划后, 计划采购数量, 从金融13辆, 降至573辆。 整个成本投入, 却从84亿美元, 积增至130亿美元。 最后, 美国国防部长贝福, 终于在2011年初砍掉了这个项目。 USD战车, 确实基本实现其设计新闻, 然而由此却造成预算拆标。 现价值得不合用, 是其夭折的主要原因。 此举给美国造成30亿美元的浪费。